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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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我一句呵呵 终结这段令人无力吐槽的狗野经历 另外这货总有关也是毫无意义的甩开任何人标准十几亿光年的距离 我觉得我未来另一半吧 以我越远越好 因为有一句话说的好 据科学家研究说的啊 这个两个人离得越远 生了小孩越聪明越漂亮 所以说我的选择很极端 要不就是北京国 要不就越远越好 坐到天边上去 就这一项一群傻屁科学家闲着蛋堂研究出来的议题 我只想说即使是最纯种的埃及以后 让他跟小鲜淳于狼交呗 你觉得能升得出竞争舞吗 可以说争吵下来 唯一让小鲜对炫富哥有一次好感的 就是他最后献唱那首含红蓝丝的大片海 网后的嗓音配上深沉的旋律 如果把身体都打上马赛克画面 还勉强能惹人怜惜的 可是好景不长 当女嘉宾投怀送抱之际 就和终于还是甩出了炫富必杀技 当时可以来我家唱歌 我家装了一套跟KTV一样的系统 哇 太好了 好 我们做朋友好吗